你自己也有看大姐姐姐 因為我跟你講喔 我是知道解決的 所以我看就需要蠻認真的 因為不然會心情很不好 但我現在留著最後兩集 還沒看 今天晚上就沒看 很好哭 我知道 看劇本就哭了 而且今天Christine今天穿的也是非常漂亮 謝謝 頭髮也比較不一樣喔 對 其實之前說 有人說說很像衣服人是不是 我在跟玉婷姐定妝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有發現這件性 但是我們樂此不疲 我們就是希望她的角色 能夠有一點很不一樣的造型變化 尤其在髮型上面 所以真的有完成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所以那個就製造很像衣服人嗎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視狀的時候 主要整體的服裝是以 灰、白跟黑作為她的基調 所以NONO最後 我跟玉婷姐都還蠻滿意那個髮型 那因為她有時間線上的變化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還蠻希望她就一直是短髮 但還是想要讓觀眾理解她時間點不一樣 所以有另外一個髮型的造型 對 她有說到身邊朋友給妳看我能爹的回饋嗎 身邊朋友的回饋大部分都是就是戲很好看 然後男女主角的兄女主也很好 然後男生們也演得很好 然後還有旁邊的所有的就是像我們這樣子的配角的搭配 其實也都還不錯 所以就覺得很開心這部戲能夠這樣子得到大家的關注 既有看大姐的 因為我跟妳講喔 我是知道解決的 所以我看就需要蠻認真的 因為不然會心情很不好 對 但我現在留著最後兩集 還沒看 今天晚上就會看 很好哭 我知道 看劇本就哭了 怎麼哭了 對 怎麼哭了 有欸 我很怕我欸 我覺得她表現很好 因為 比我想要弄更好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影后的那個殺青酒的時候 她就有小露兩手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 沒有想到她是這一路的 那她後來去參加了那個 呃 成功 對 對對對 我當然就是一定要看 那自己未來有什麼想要嘗試這個像她一樣 我覺得我體力太長了 蛤 就是有時候拍片的時間比較久一點 或者是多一點勞動性的那種動作或行為 呃 我就已經會累了 所以我覺得 要當姊姊要有一個很好的體力 還有多項的才藝 那我的才藝其實出來並不多 所以我就先在第一關的地方就自我放棄